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楼市爱望爱乐民舍》 今集带大家来到珠海 珠海是今年广东省升科排第二位 但随着国庆期间的房地产政策调控出台 究竟对珠海的楼价有没有影响 今集带大家去看看 珠海是珠江三角洲其中一个重要城市 连接澳门、东望香港 北部和中山接约 珠海拥有146个大大小小的岛居 又被称为北岛之城 是中国的经济特区之一 来到珠海 怎可以不看这个鱼女雕像呢 雕像佩戴着珍珠颈链 披着鱼网 双手高举着一粒晶形剔透的珍珠 原来背后寻藏了一个 凡人和仙女的爱情故事 不过浪漫这些东西我就不懂了 我们这些凡人 都是实际点关心一下珠海留事 近年中央积极发展珠海叫横琴 我们由尖沙咀中港城码头 坐70分钟船到珠海九州港 再坐半个钟车就到达横琴 如果由澳门市中心或者哄仔出发 驾车十几分钟就到横琴关口了 来到横琴 一下车不难发现四处都是发展中的项目 不少内地发展商已经看重横琴的定位 发展住宅项目 带大家看看四房两厅的复式示范单位 一人门口就是饭厅 木餐桌配以茶色镜面长身 客厅以卡其色和啡色为主调 配以水晶、梳化等等的大型家具 限豪华风格 福色单位的楼梯位置 就是建在靠墙的部分 不会有太多空间浪费了 楼梯看下去也会阔一点 楼底有三米高 就算做了灯槽天花 也不会有压迫感 走上一层看看 大型的特色墙是全屋最搶镜的位置 书房可以放两个大书柜 二楼有两间房 这间囚仔房以航海为主题 楼底高可以放吊灯 也放到书桌和小茶几楼 还有露台 至于旁边就是套房 以大地色系为主调 空间够大 放得下大床之余 也用尽了窗台的位置 可以在这里望窗外风景 看看书 过一个悠闲的下午 单位115平方米 即是大约1200平方尺 卖大约700万人民币 只合大约是790万港元 即是每平方尺 大约港币6500元 楼盘还在建 最快2018年初陆续交楼 巴士等价配套设施 要三至五年才会逐步完备 如说不够的话 便宜一些都有选择 这个450尺的单位 最适合两夫妻 面积小不陛逆 门口位放了镜面的餐桌 配以淡啡色的餐桌 感觉明亮跳脱一些 上年客厅的中间 放上复古的梳化 与客厅其他的家司 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厨房以白色为主 设计简洁 交楼标准是四件外国品牌的路具 转去寻区看看 睡房的位置以白色、橙色为主调 也都用尽了空间 放下双人床之后 窗台位置都铺上远战 基本上身内都是靠这一线大窗来采光 开房式设计单位 卖人民币二百五十多万 借至合港币二百百十一万左右 平均赤价去到六千二百港币 珠海以至横琴 现在与香港仍然有一海之隔 但随着港珠澳大桥即将落成和启用 两地很快就会变为只是一桥之隔 港珠澳大桥主体全长大约三十公里 被誉为是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 横跨珠江口零丁阳海域 连接香港、澳门和珠海 工程预计2017年底才结完工 到时六路来往香港和珠海 将会由现在大约要三个小时 缩减到半个小时 实现港珠澳三地一小时生活圈 有利珠三国的互动和发展 而且珠海市和澳门政府协商 短期内落实澳门单排车 进入横琴的安排 即日后往返两地 不再需要同时拥有中澳两地车牌 而由今年五月开始 由澳门年花口岸 五州跨境车进入横琴 已经实施了两地一检的模式 预计在2019年这个一检模式 更加会应用在旅客身上 两地往返就越来越方便 吸引不少澳门人想去横琴买楼 其中澳门大学在横琴 也设立校园区 种种的设施都加快了两地人的交流 在交通网络方面 计划建设多条的铁路 包括已经建成的港珠铁路 计划建架猪斗城轨 当中珠海机场城制线 在横琴也有车站 但就未有具体的落实时间表 虽然如此 这些概念仍然吸引了不少澳门投资者 黎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高峰期曾经持有七至八个横琴物业 其实澳门人多数去横琴的投资 可能都是住宅、商铺、写字楼、商下等 我买过一些都是大单位为主 三房、两房都有买过 黎先生两三年前买入的单位 平均赤价是三千七百元港币左右 升幅最近都是不难 比以前没有增长得那么快 我想如果作为一个投资工具 其实是合理的 我想都有三成 三成左右 憧憬港珠澳大桥落成之后 横琴的发展 黎先生锐意将投资加码 你看看那些小区里面的商店 还有在里面新开发的一些商场 看看他们周边的配套是怎样 其实开通过港珠澳大桥之后 珠海是会受惠的 不过在内地置业 很多东西要注意的 除了要缴交百分之一至二的契税 中央调控楼市的力度 也是买家要考虑的因素 好像在今年国庆期间 珠海市政府也推出住房限救政策 拥有珠海户籍的本地居民限买三套 而非本地居民 包括港澳海外人士只能买一套 也要出示一年的社保或者纳税证明 而个人要持有物业两年以上 才可以免营业税 黄琴新区开发计划 在2011年被立入国家十二五规划 在黄琴发展规划中 悠闲旅游、商务、金融、文化创意 和高新技术等被列为七大主导产业 希望透过重点发展 成为地区产业升级平台 国家也推行不同的优惠政策 吸引港澳人才到当地就业 包括对港澳居民 实施个人所得税差颜补贴 即是在黄琴工作的港澳居民 实际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税款 可以按照香港、澳门税法测算的 而进驻当地的港澳企业 如果被视为是鼓励类产业的企业 所缴交价所得税率 将可以减至百分之十五 即是比一般国内所得税率百分之二十五 至于黄琴的楼价 今年以来的表现又是怎样呢 根据业界的数字 黄琴住宅每平方迷的价格 由一月大约三万一千元人民币 到了十一月 均价升到接近四万元人民币 累计上升近两成四 相对轮更较小 楼价长期较低水的城市 价格升幅未算是最大 亦都跑输给珠海市整体的楼价升幅 但是黄琴的楼价 就差不多高全市平均数一倍 这个很大程度反映了市场 对黄琴日后城市和基建发展的憧憬 下个星期 我们会带大家参观 黄琴的办公室、地铺 在商业物业 不受调控限够的规管情况下 投资前景是否更加值得关注呢 下一集告诉你 欢迎收看楼市爱望 今集我乐文哲和摄制队 会继续留在珠海 上集我们提过 珠海今年以来住宅楼价的升幅 跑赢周边城市 那当地零售商铺的价格 又有没有水涨船高呢 想知道答案 不如去市内的商业区走一转吧 因为这两年 整个珠海其实整个商业旺了很多 而且我们看到人流多了很多 而且因为楼价又高了 另外整个区域的发展又快了 而且整个珠海很多基础建设 好像港珠澳大桥 城轨延长线 还有高速网的发展 令到周围的城市来珠海是很方便的 包括中山、江门 其实很多人都会来珠海消费的了 还有现在珠海的商业配套都会很快 发展得很齐 商铺租金在这几年都升得很快 李玉指出 珠海市中心商铺的租金 今年以来已经升了三至四成 以买入一个400呎的铺位为例 入场费大约要280万人民币 租贸回报率最高达到五厘 都吸引了不少投资者 加入投资物业市场 比较高级的投资者 之前已经有投资物业的经验 他会投资商业 另外也会有些会看好商业的人 因为他觉得商业收租 其实会更加方便 还有商铺的升值潜力会大很多 如果那个区域旺的话 商铺是最快受益的 如果要看商下和写字楼 当然要去全市发展得最快的横琴 根据中央的十二五规划 横琴其中一个重点发展的产业 就是金融商业 不少大型财团已经接触先登 在当地大举投资商下项目 现在就去看一个示范写字楼 去看一个示范写字楼 一进门口 孙文柱的位置是给人第一印象的地方 所以要整洁明亮 现在参观的这间办公室 总面积超过八千三百尺 地方这么大 摆几排工作桌绝对没问题 茶水间设计成开放式 与员工休息位置相连 做得累租盘棋 头脑转素会不会快一点呢 会议室以简洁的啡色 和黑白色为主 可以容纳十人以上 适合具有一定规模的公司 遥安静见客的话 亦有回合室 做得管理层 当然要有一间见得人的大班房 到目前为止 在黄琴注册的企业 是超过两万间 大部分都没买写字楼 所以在未来发展商业用的 办公室用地大有可为 既然黄琴要引入一些 高新科技的企业 办公室又怎样可以 跟其他公司一色一样 没来过性呢 马上带大家看一间 以人为本 到处都是公共空间的办公室 说明以人为本 就要打破人和人之间的格幕 这间办公室的最大特色 就是以茶色落地玻璃 取替了大部分眼泵泵的墙身 天花灯的排列 亦都看得出设计师的心思 坐在自己的位置太久 弄得脑子太硬了 不要紧 走两步就是另一个公共空间 喝杯咖啡让自己充电 说不定会有新思维呢 对着电脑太久 想让眼睛休息一下 看着一些绿色植物就最适合了 这个办公室的另一个特点 就是四处都见到绿化的元素 像这幅间隔墙 还有不同的摆设 都为办公室带来更多生气 会客室也加入一些玩乐元素 有没有兴趣比试一下 这个办公室面积大约有410平方米 以每平方米均价 3万2千元人民币计算 售价超过1千3百万元人民币 为港元 即是大约卖3千6百元一尺 有发展商指出 国家调控住房市场 反而有利商业用地的销程 调控房地产是调控住宅 因为住宅是一个民生项目 那国家肯定是要考虑到 不要让它过快上涨 那写字楼呢 就是一个纯粹的投资品 或者是一个公司 在使用之中的一个必需品 所以政府是很鼓励 这个写字楼的这种兴建 包括出租 包括投资的 所以呢 调控政策对于我们来讲 多多少少算是一个利好 因为可能香港的同胞 原来可以有多种的选择 但现在选择就少了 他只能买商业性质的 这种不限购 不限贷的产品 虽然港人在黄琴买 写字楼是没有限制的 但有些事都是要注意的 寻找一些专业的公司 落地上 就也找一些大品牌的 有实力的开发商 做选一些好的产品 对未来的这种出租的保证 包括一些整个产品的形象档次 都可以有一些更好的选择 那在内地投资买办公室 需要留意些什么呢 和买住宅不同 办公室要付五成首期 契税也要交百分之三 也有不同的所税费用要交 而港澳人士要额外交公证费 调控政策出台之后 不少投资者转留意 无限购价商业契用地 其中一个选择是行政公寓 有酒店式管理 以这个建策的项目为例 顶层的五层楼都是酒店 底层就是商场 中间每一层有大约14套公寓 看看这个公寓的格局 入门的圆关位够宽阔 客厅的装修 下勾式风格 挂上大型吊灯和壁画 配合紫色系梳化等家具 突显豪华感 露台望出去对岸已经是澳门 楼底高4.4米可以多一层 作为一间行政公寓 办公的地方是不能少的 最后一层 выступ 符合一下 可以乘客 但如果没有虚拨 原因是每个人都不会义 但是他们已经可以乱 他们会乘ув 这些东西的东西 就自然方便了 一下樓就可以工作了 省著省著的時間 我都計不到真的賺了多少 要營造氣派 大書櫃、大班椅當然不少 雖然睡床在各樓 但也有四百尺的地方 不過留意 交樓標準是沒有更層的 這個公寓建築面積154平方米 即超過1600呎 賣816萬人民幣 借合大約要921萬港元 每平方米就要53000元人民幣 每呎均價大約5960元 管理費29元一平方米 包在辦公時間 即是9至6的水電 以150平方米的公寓計 就要4350元人民幣一個月 即是證管理費大約要4900元港幣 大約一呎要3元 根據地產代理的數據 國家推出調控政策之後 橫琴價房地產市場 明顯量價齊跌 大均價仍然站穩 四萬幾一平方米的水平 而橫琴價主要寫字樓 成交在限夠前後都沒有明顯影響 以11月的價格計 有輕微上升 預計明年多個項目六成 能夠提供多大約1200個寫字樓單位 除了商業 在港珠澳大橋 和國家發展橫琴的大政策下 有香港地產商 率先在橫琴開發高端旅遊娛樂項目 投資大約200億元人民幣 分五期開發 預計首期項目 將會在2018年年底投入營運 首年將會吸引超過500萬人次到訪 而酒店方面 估計將來的入住率 大概是七成半到八成 目標客源是吸引課代家庭 尤其是青少年 項目主打新科技元素 例如虛擬實景等 被遊客感受科技帶來的不一樣體驗 相信項目會成為港珠澳或其他旅客 一程多站風式旅遊的其中一個停留點 帶動橫琴和澳門 成為區內的旅遊娛樂中心 經常說橫琴是澳門的後花園 隨著澳門單排車入橫琴即將實行 港珠澳大橋通車等利好因素 和橫琴一橋之隔的澳門 會否同樣受到帶動呢 澳門的樓價又有沒有受人民幣 會價而影響呢 留意下一集樓市外望 歡迎收看樓市外望,愛樂文哲 去完珠海橫琴看樓 今天我們繼續上路,究竟去哪裡呢 現在是大約九點十左右 我們就在橫琴的酒店 經連花口岸出發去澳門 看看要花多少時間 現在的時間就是十點十九分 即我們用了不夠半個小時的時間 已經在橫琴來到澳門 提到澳門,大家一定不會陌生 澳門和香港只是一海之隔 難怪在很久以前 已經有人將去澳門形容為過大海 去澳門,除了入賭場 四處遊覽參觀一下 其實都不錯的 好像大家一定耳熟能場的大三巴 還有不少葡式建築 是否別有一番歐洲情調呢 關於澳門的澳門名,麥卡爾的來源 坊間有一個說法 在十六世紀,第一批葡萄牙人去到澳門 在馬閣廟附近登陸的時候 問當地人這裡的名字 當地人就回答,馬閣,馬閣 葡萄牙人就將這個地方叫做麥卡爾 是真是假,現在已經難以考究 但當作一個故事聽,挺有趣 說了那麼久,是時候去看樓了 馬上帶大家看一個位於澳門的新盤示範單位 這個開放式單位以白色和金色為主調 樓底有11呎高,但這一點已經加勢分 飯廳方面,長身安裝了鏡面 進一步營造空間感 客廳空間擺放了小型傢俬 看上去地方就更加健勢了 不用傳統電視組合櫃 以雲石面造的層架代替 是否更有時尚感 以金色的電視長間房貫徹全屋的色調 雖然屋仔細細,但露台又怎能少呢 細單位以開放式設計 感覺就會比較大 用色方面,淺色望上去會光些 空間感更加強,沒有壓迫 去睡房看看,可以放得下一張雙人大床 空間夠闊落,三邊落床完全沒問題 除了尋區,女士最關心的 當然是擺放衣物的地方 這個以燈館勾勒出的衣櫃 以空間來說不算很大,但感覺挺夢幻 來到主食區,交流標準附送了焗爐 酒櫃等,還有意大利廚具 廚櫃台面加入雲石花紋元素 再配合金色版面,是否很有格調呢 洗手間同樣以雲石做主要材料 不乏置物的空間 這個單位建築面積有715呎 實用面積大約558呎 賣大約679萬港元 實用尺價超過12000元 是否物有所值,看匯所配套才表態都未似 屋苑匯所都一應俱全格 有健身室 身外泳池 還有圓林景寺 由屋遠巴士,每15分鐘一班 往返澳門市區,瘡仔、金光大道 以去澳門市區為例,車程要10分鐘左右 在香港長大的Nikki 由於爸爸是澳門人 所以同時擁有兩地身分證 畢業之後,他一直在香港工作 但三年前,他決定在澳門開始新生活 始終在香港的生活壓力較大 然後工作壓力較大 相對澳門人口較少 環境較輕鬆 會有自己的空間 雖然生活沒有香港那麼多姿多財 但始終發展等等,其實有方向有軌道 在澳門娛樂集團任職市場推廣的Nikkiwa 雖然澳門島業受到中央政策調整影響 但他認為當地的娛樂事業仍然大有可為 其實是很大的餅 因為始終你說一個亞洲地區 你真是有一個很得到國家支持 大陸支持的一個行業 其實還要這麼龐大的市場 支持你這個小小的地方 當然有很多空間發展 包括你周邊的娛樂事業 也有很多東西 你由酒店、飲食、交通 都可以去發展的,機會自然多點 Nikki和太太 現在二月租6300元 租住這個實用面積300呎的開放式單位 她說考慮到租金 和其他生活支出等多個因素 已經打算接下來在澳門落地生根 始終香港壓力真的太大 兩夫妻可能賺錢 你也要計算過度過 然後才剩下多少錢 去養小朋友就比較辛苦 這裡租我相對比香港更合理 譬如我現在這裡也要6300元 如果分香港相同的單位 可能只是這麼新的 可能做索價或五位數字 這裡已經減輕了負擔 交通也很重要 我買一張澳門通 然後來自香港的8天通 乘巴士也要兩元 每個人去騰仔都是這麼少價錢 雖然在澳門生活和工作 但如果存夠錢上車 Licky說仍然會選擇在香港置業 她說除了澳門的樓市交投給香港淡靜 收租回報也是一個考慮 想購買也是購買香港的 始終租金回到澳門高 而且波幅上落高 也會比較大 而且我始終在香港大 自己也看過香港島 家附近的單位 我想如果接下來買也想買香港 不過可能會租給別人的錢 然後在這裡再繼續賺錢 然後又再扭換扭 上一集我們說過 國家今年推出調控政策 閒舊閒堤 跟珠海雙輪的澳門 又是否受到影響 過去這麼多年 都沒有受到外衛的因素影響 但這次的性質很不同 這次是因為珠海說 每個月的成交量和成交價格 是一直上升 跟澳門的樓價很相約 所以這次澳門的上升 是由珠海帶動成交量和成交價 按照現有規劃 澳門未來會有多個重要的基建項目 陸續落成 市內方面澳門會起氫軌系統 連接氟仔和澳門半島 第一期預計在2019年通車 另外港珠澳大橋 預計明年年底通車 到時香港、珠海和澳門 就可以實現半小時生活圈 更大的憧憬 是澳門日後填海造地的發展計劃 2009年 公務院批准澳門特區政府填海350公頃 興建新城區 包括在公共房屋 再加上中央在去年年底 通過將澳門管理的水域面積 擴大85平方公里 令澳門管轄的水路面積 一下子增加了近三倍 意味潛在的填海空間 亦都大幅增加 有土地就有發展 基於以上種種因素 有發展商看好澳門未來的經濟發展 至於澳門規劃方面 我相信可以從幾個層面來看 第一就是填海 填海出來的土地 其實會幫助整個澳門的多元發展 無論是旅遊業、博彩業 甚至是其他商業的活動 所以對澳門的經濟一定會向好 其實有一個更重要的因素 就是橫琴的發展 因為過去澳門的發展受制於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地不夠 第二個問題是人不夠 所以橫琴的發展 接下來正正可以幫澳門解決這兩個問題 澳門人一般來說去看橫琴 他們不是當作是珠海一個地方 他們是當作一個區去看 再加上橫琴會是一個自貿區發展的概念 整體是會帶動澳門一個挺大的經濟效益 下一集我們會繼續在澳門看樓 究竟一個望馬場景的豪宅要多少錢 要去澳門投資又有甚麼要留意呢 記得留意最後一集樓市外望 歡迎收看樓市外望愛樂文哲 今集我們繼續在澳門 隨著橫琴成為自貿區 港珠澳大橋即將落成 究竟對澳門樓市有甚麼影響呢 今集帶大家去了解一下 提起澳門 大家很自然會想起博彩業 賭收是澳門的經濟支柱 佔澳門政府稅收八成 2002年澳門特區政府開放賭權 並將全球實力最紅厚的博彩公司 引入澳門 澳門的博彩收入 更加曾經超越美國的拉斯維加斯 成為全球第一賭成 加上澳門目前博彩業全職僱員 多達5萬7千人 可以見得出賭業對澳門經濟的重要性 不過隨著內地近年積極打貪 和限制資金外流 澳門博彩收入首當其衝 更加一度經歷連跌26個月的調整期 澳門樓價過去兩年 亦都跟隨賭業出現回途 由2014年的高位回落 今年才回穩 如果去年2015年的成交量 大概是五千多宗 今年的二月份 就是價錢和量都是一個新低點 之後我們看到樓價有一個反彈 因為在二月最低位 我們找到支持位之後 很多用家都認為 澳門的樓價現在很便宜 很積極出來看樓、換樓 經過過去兩季 我們那個樓價都累積的反彈升幅 達到大概兩成左右 第三季 我們單一季的成交都達到兩千多宗 頭三季的成交量 已經超越了去年2015年 全季的成交量 成交回升、發展商亦加快推盤 先帶大家看一個望馬場景 面積過千呎的豪宅示範單位 一進門口就是客飯廳 以啡、白、灰色為主調 向豪華時尚的風格 米色梳化配灰色牆 反光面的電視牆 樓底有三米多 天花做了燈槽和簡單的線條 設計簡約得來 亦顯出豪宅的氣派 露台大約60呎 日後現樓可以看到馬場景 廚房連工人房有120呎 設計實用 外國廚具、焗爐、微波爐等 都是交流標準 參觀房之前 先要經過一條長長的走廊 先看看主人套房 房間長身同樣以白色為主 房間長身同樣以白色為主 床和其他裝飾都選用同一色調 營造柔和、明亮的感覺 主人房有350呎 是全屋唯一有露台的房間 不少得的 還有這個開放式的衣帽 內面加設了梳妝腿 女主人何時想扮靚都沒問題 洗手間方面是灰白色的配搭 雲石花紋為全屋增添一份貴氣 至於另一間房間就有110呎 擺放一張單人床、書桌和衣櫃之後 也有不少活動空間 全屋最大的賣點 也就是這個無敵的馬場景 又怎可以浪費呢 單位所有房間都是看馬場景 而且沒有露台 可以用盡房的空間 這個單位的建築面積 接近1900呎 實用面積1300呎左右 實用率是七成 售價是1672萬港元 實用尺價就要大約12570元 中文回報方面不算吸引 只有兩厘左右 樓盤仍然在建 預期是2018年第一季交樓 負責這個項目的發展商認為 隨著澳門陸續有大型基建項目六成 預計當地的樓市有望持續復甦 開始有發展商在第三季、第四季推盤 我們看到是有一個輕微上升的跡象 如果你要我做一個預測的話 我估計未來這一年至兩年 而隨著港珠的落成 其實沒理由香港的樓價 會高澳門一萬元一呎 我相信那個會是收拒 我個人估計樓市會復甦 而平均每年的增長 大概有百分之十五左右 看完豪宅再帶大家看一個 位於瘡仔的酒店式住宅 全屋開放式間隔 廚房以巴桌延伸 做了吃飯的位置 看到的雪櫃、洗衣、乾衣機 微波爐都是交流標準 客廳的設計簡單 白色的沙發佩爾小茶機 加上木紋的電視牆 感覺挺溫馨 淺灰色的牆身加上掛畫 令客廳不會太乏味 全屋只有一邊有窗 聲在窗夠大 採光也算足夠 用湯門分隔開客廳和睡房 窗台的位置也不能浪費 加上窗台櫃就可以當書桌用 套房貫徹全屋的風格 白色雙人床放在中間 可以三邊落床 也放得下個大衣櫃 單位的建築面積大約800呎 實用面積560呎左右 實用率是七成 不連裝修賣960萬 實用呎價高達17000元 如果連裝修的話 額外成本介乎600至800元一呎 這個樓盤的銷售方式 跟本港發展商賣樓 可以說是同出一切 因為它是澳門首過以現金方式 回贈外地買家一成印花稅的新盤 發展商並提供未來兩年 三離的租募回報保證 但要留意 這個回報保證 還未計每呎3.8的管理費 澳門的樓價區域劃分又如何 根據代理的分析 以澳門半島為例 黑沙灣區主要賣港珠澳大橋概念 樓價是8000至9000元一呎 市中心、南灣就是新派豪宅集中地 而首價最高達13000元一呎 高時德區就是傳統住宅區 樓齡亦比較大 平均尺價在8000元的水平 而全澳門人口最密集的 就要數快自基區 赤家皆乎7000至8000元 現在基本上澳門人 他們自己換樓來計 他們首選都會選擇了騰濟區 因為騰濟區一般來說 樓力會比較新 而且感覺沒有那麼擠勇 空間感會比較大 衣食住行、上學都會比較方便 騰濟區的二手市場 單位較少 樓齡一般去到二十多年 六千元尺度 如果有一些屋苑 是傳統大型屋苑 多些用家換樓的 成交價約到八千元尺左右 跟香港不同 在澳門買樓是計建築面積 除了要交百分之三的印花稅 如果是香港或海外買家 還要交一成價額外印花稅 按揭方面海外買家最多製造到四成 本地人至少要給五成首期才能上車 而2013年 澳門成立樓花法 倒絕爛尾樓 但有發展商提醒買家 仍然要小心投資 基本上譬如你現在看到廣告 或者你在賣澳門樓 現在是樓花的話 他們都應該已經拿到一個所謂的預售批文 當然大家要留意 那個項目究竟有沒有得到政府這個預售批文 即使項目沒有難尾 買家都還要考慮很多因素 好像是租務回報 就和在香港做業主差了一折 在澳門的租金回報率就大概1.5%至2% 就不算真的很吸引 但澳門這個島城很有趣 那些樓價升起上來又可以升到你不順 或者好像那些豪島股那樣 升又可以升得很厲害 跌也可以跌得很厲害 我相信來澳門買樓 你就要看長遠都是看價值的升幅 但買家要留意的 當然就要選擇地段 選擇質素 選擇發展商的背景 雖然澳門的私樓價格逐步回復平穩 年內亦有兩間新酒店和賭場開張 但澳門的商店價格表現 就明顯跑輸給私樓 過去三個月的價格不升反跌 旅遊區跌了3至21% 跟我們原本預期 巴黎人和永領王國開了之後 會令到舖位大幅上升會有少許不同 我們現在暫時 比較關鍵是第四季的時間 因為第四季也有黃金周 也有聖誕假期 所以應該會帶起整個零售業 但假設第四季依然沒有一個承托 可能下年就不太樂觀 過去四集我們看過珠海橫琴 和澳門的樓盤 相信大家對當地樓市都有一定了解 隨著港珠澳大橋 和其他基建逐步落成 港人日後在區內置業 將會有更多選擇 你的安樂窩又會在哪裡呢 隨便看看 最後一集 砷路 也可以 我們下次見